去期之前特別注意這邊會有個開發人員的標籤 我不知道各位的電腦 環境是不是已經設定好了 因為呢這個開發人員這個標籤 預設是不會出現 預設是沒有的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打開那這邊首先要特別注意 在這個箭頭下方點下去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那個其他命令 那其他命令在預設常用 其他命令這邊有個常用 常用裡面預設值這個打勾是不會打勾的 就是說在功能區顯示開發人員所影標籤 這個應該預設值是不會出現 所以你們在安裝完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版本是2007 在安裝完2007之後呢 這一個環境應該這邊是沒有開發人員的這個所影標籤 那如果說要讓它顯示出來你才有辦法錄製去期 所以一般人奇怪為什麼找不到聚集 其實因為呢這個地方的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常用 這個打勾沒有 沒有打勾 所以沒有打勾的話自然不會有開發人員的所影標籤 打勾就按確定 OK這邊所以開發人員的部分呢 就會顯示出來 那開發人員的這個地方點下去之後 各位可以 在左邊的地方看一下 這邊不是有錄製聚集嗎對不對 OK然後還有什麼 聚集的安全性 還有聚集在這裡 這個VBA就在這裡設計 所以相關的東西如果說你沒有把開發人員的所影標籤